12月1号 再来的话呢 产生底下的每一天 那我要怎么做呢 产生2月1号到12月1号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它的下一个月份的同一天 只是差月嘛 1月1号 2月1号 3月1号 相差只有月份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要相差只有月份的部分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e-day函数 那e-day函数 这个e-day函数 它主要的用途 是帮你换算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 以这个地方来练习 等于什么 等于奥运这一天好了 奥运我马上改过了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2020的7月 好像是24号 那假如说呢 我今天奥运这一天 它的三个月之后 是哪一天 三个月之后 那其实特别追 如果你今天要算的是 刚好是三个月 其实如果你三天之后还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加三就好了 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除了在e-sale里面 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那可是问题 月份不一样 月跟年比较麻烦 你如果要去再增 把那个月份的部分 加上三个月的话 特别是哦 你不是说直接加 加90天嘛 也不对啊 那你必须要 假设是原来标准做法 是什么 你可能需要用date函数 再配合什么 ymd函数 总共要四个函数才来完成 标准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个 date函数 那所谓的date函数是说 我先把储存格里面 是要格式化成 那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什么呢 利用year函数 抓到上面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年 再用month函数 抓到上面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月 但是我要加三个月的话 就是在这边加 OK特别是哦 必须要用date函数 先把它解析出年月日 再针对年月日里面呢 去做什么 去做计算 这样才OK哦 所以如果说呢 你没有用这个方法 到底是很麻烦 做出来之后按确定 它会是10月24 可是你会发现哦 你必须用四个函数来做 一个 ymd 加在这里加 那年也是一样 如果是后几年的话 就是用一额函数 可是你想说 这是很麻烦 要四个函数 光要拼就很麻烦 所以哦 这边有个衍生性的 那个函数 什么函数呢 你可以插入函数 利用一个 叫e-day函数 这个e-day函数 但是呢 e-day函数呢 它只能针对慢时哦 月份哦 年不行 日也不行 所以e-day呢 就相差几个月而已 好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e-day函数哦 只能够在2007以后的环境下 才会有内建e-day 2003以前哦 你必须要引用那个争议集啊 还很麻烦呢 底下这边有说明 要用分析工具箱 把它引用进来才会有哦 它不内建哦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start day就是上面这一天 慢时的话是相差几个月 三个月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哦 比刚刚简单多了吧 因为一个函数就搞定了 哪一天相差几个月按确定 它回来也是会正确 ok 但是这个e-day函数仅限于月份哦 年 很抱歉 没有 所以以后哦 相差几年的话哦 你可能要刚刚那个方法 先date 然后year month date 然后在year地方加几年 ok 特别注意哦 然后前三个月 我想这个自己再练习一下 前三个月的话呢 其实也是用超函数啦 用那个e-day函数比较快 你也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用date 然后这个日期 -3就可以了 前三个月 然后就-3就可以 诶 四月份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8呢 -8 它不是有七个月吗 诶 其实它没有那么笨 它会怎么样 自动帮你哦 再减一年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 有这个问题 你不会说哦 20 20年的-1月 没有这回事啦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这个什么呢 减一年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e-day函数 那e-day函数呢 怎么用到综合练习里面 其实你可以利用 e-day函数怎么样 做出 star day 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个月呢 一个月 不就好了 有没有 1月1号 2月1号 按确定 那不用锁 我们项右填满 项右填满之后 蓝宽不足嘛 没关系 常用里面有一个 格式 里面的自动调整蓝宽 好 那它会自动什么 3月1号 4月1号 嘿 一直到 12月1号 那你想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 抓前面一个 向右拉的时候 没有 因为我a没锁嘛 我讲过哦 如果你向右拉 蓝会 加1 a蓝会变 b蓝 所以向右拉之后 会变什么 b2 抓到它 c2 抓到它 一直都是抓前面一个 加一个月 就OK了 OK 可以了解这个道理了 那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底下呢 可以算出 1月1号 再来就 再来就1月2号 1月2号怎么产生 很简单 等于什么 上面这一天 怎么样 加1就好了嘛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存在 以声友里面的日期 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整数嘛 那我这样一天之后 把格式 顺便带过来的话 1月2号 有没有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你向下填满 它就是什么 一直都抓 上面一个加一个 上面加一个 那向下填满 全部OK了 应该可以理解啦 上面加一个 然后呢 向右的话呢 也是上面加一个 有没有 上面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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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会发现喔 这边的话会有个问题 上面加一个 可是喔 理论上这边应该不出 不应该出现3月份的 所以你会发现喔 这边向右拉 拉到最右边的话 到L栏 12月嘛 就会有一些 可能不能出现的资料 包含 当然就是你如果 那个月没有31天的部分 就会出现一些 可能需要怎么样 拿掉的资料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要解决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它月份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不要让它出现 所以呢 当什么条件 发生的时候 就不要让它出现 不要让它出现 双引号两个 有没有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if 什么呢 用month去判断 如果它们两个 就是什么呢 它的上一个储存格 跟上一个储存格 加一天之后 如果它的月份呢 不相等的话 那底下就用空的 就是不要给资料 反之才把它上面的 那个A2的部分 加一天 写进来才OK 所以如果说 我要把刚刚的部分 做更完善的话 我就插入函数 有没有 一样先用逻辑 先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month 用month这个函数 瓜胡 先判断上面这个储存格 A2 它这个储存格怎么样呢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如果再加一天的话 不相等 加了一天 如果两个月份 不相等的话 那我就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空的 反之呢 那就是A2 加一天 也就是如果不一样哦 那我就不要输出 如果一样 同一月份 才输出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啦 当然你会讲说 老师那这个 不等于哦 其实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但是你变成说要把这个搬到下面 这个搬到上面 两个颠倒而已啦 只是说我的习惯是 这样好像比较好叙述 不一样 因为我主要是要抓到不一样的 这个叫不等于哦 OK 不过我同学之前我问过一个问题说 老师那个不等于可不可以写成那个先大鱼再小鱼 他说好像是要小 等于这样哦 这样子哦 看应该就不行了啦 这个那你想为什么啊 规则就规则 有东西就规则 再把它记下来 这个不是我定的规则 这个是比尔盖茨定的 这不是跟我 我没办法去改它 这特别是哦 这个不能改哦 这一定要是不等于 这一定小于大于 好 按确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向下填满 哦 这边多了一个啊 刚多加了这些 不应该加了 好打勾 OK 好啊理论上向下填满 向右填满看看 诶 你会发现 解决了3月1号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新的问题产生 什么问题呢 value的问题 为什么value问题 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里面是 B30在这里 可是B30里面是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呢 你却叫它用 Mans里面丢一个没有东西 这种叫做什么呢 value的错误 只要是紧开头都是叫做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给我错误的值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前面不知道我们在那个逻辑函数里面好像有提到就是如果你要过滤掉任何紧开头的错误的话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怎么样呢把这个公式剪下来用一个什么东西呢 剪下来不帮你等号 用一个过滤器什么过滤器呢 逻辑里面有一个叫如果你有发生错误呢 那我就把它变成没有 那也感觉怪怪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很多紧开头的东西